南投市新兴路的这处民宅铁门申所 不时传出宠物的怪味道 还有猫狗的叫声 邻居怀疑屋内违法养殖猫狗贩售 家处疾病防治所会同警方到场查看 果然发现屋内饲养了将近20只的猫狗 其中还有哺乳中的小狗跟小猫 被饲养在狭小的铁轮空间 现场还有剩菜剩饭 环境十分不友善 但势组表示他没有再进行买卖 那个也是不需要翻车 那个是不需要翻车 那个是不需要翻车 那个总共话就提醒说不需要翻车 不需要翻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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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员在现场发现有注射针筒 跟不明的药物 立刻穿上了防护衣 并且帮每只犬猫 仔细检查健康状况 并且植入晶片 照策略管 防疫所表示 依据动保法的规定 宠物店繁殖饲养犬猫 必须经由相关法令 取得特定的宠物业许可证 如果擅自饲养或繁殖 将面临重罚 没有 经由县市政府 许可就擅自经营 买卖寄养或繁殖 那它的罚则 那是从十万块起跳到三百万以下 市主有没有涉嫌买卖 加速疾病防治所将进一步调查 同时也呼吁民众 饲养宠物尽量引刃养代替购买 杜绝非法买卖 民事新闻张家伟南投报导